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义 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猛烈批评的香港电影《十年》 在上周末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电影奖 这部将时间点设在十年之后的未来 借此探讨香港政治与社会现象的电影 具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呢 而在香港人民当中取得多少共鸣 当中的预言是否可能成真 这部电影是否也是对于北京政府 持续打压的反弹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很高兴地请到十年的监制蔡雷明先生 到节目当中谈谈拍摄十年的心路历程 以及得奖的感触 蔡先生您好 你好 昨晚一起来参加讨论的 还有华人民主书院的校长 前社民联主席陶军行先生 陶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我们还有曾经在香港担任记者 工作多年的独立评论人士 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先生 北风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论线已经开通 欢迎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 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首先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蔡雷明先生 当初为什么你想制作十年这部电影 而在过程当中呢 您本人还有这个伍家良导演 还有其他的导演 编剧跟演员们是否曾经受到任何的刁难呢 只是十年是我们在两年前 大概14年头的时候开始的 那当时香港已经面对一个转变 这个是国民教育以后 我们看见社会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 那我们就想拍一个关于香港未来的电影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五个短片来讲不同的题材 关于香港未来十年之后 香港会变成怎么一个的香港 但是14年 其实大家也知道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 因为9月28号之后就发生了79天的雨伞运动 那这个雨伞运动正好是我们在筹避这个 电影中间的时间 所以对我们整个的剧本 这个编剧的方向只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是2015年头的时候制作这个电影的 所以现在电影看出来是比较一个 对未来的前途是比较黑 比较灰暗的一个图画 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受任何的影响 因为香港其实也是一个 还是一个可以自由可以去创作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电影出来之后 这个情况就可能我们有面对更多不同的压力 但是制作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是 那蔡先生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这电影本身在制作过程当中讨论过程当中 香港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这个雨伞革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分成五段故事 分别有这个浮瓜 东蝉 方言 自焚者跟本土蛋 我们知道在这个方言当中谈论的是 广东化遭到了边缘化 那么还有这个本土蛋里面拥有本土意识的人 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 那你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剧情跟情节 是否确实反映出了香港目前正在受到的一个困境 那是否未来会更加恶化 只是香港过去 特别过去两三年 你知道香港在九次之后 我们是有一国两制的很特别的情况 但是过去几年我们明显的感觉的 一国两制是受了威胁 但是从哪一方面去呈现出来 可能是透过语言 透过中港两个地方的很多矛盾 我们看得到 所以方言这个短片里面讲的广东话跟普通话 这个是我们做很多research 发现这个是很真的 特别是在一些小学生里面 很多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就是要他们讲普通话 因为普通话是有机会当他们这样的发展 所以我们只是探讨一个问题 是不是广东话它的价值可以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还是保留这个很重要的价值 所以另外一个能带出来的议题 当然是关于本土这两个字 因为香港过去可能一两年 对于这个字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只是本地党这个西域里面 它是透过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吃的胆 去探讨 连我们吃的胆可能将来面对也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是不是可以再反思我们对未来 是不是可以还是保存一些是关于香港本土的意思 本土这两个字 我觉得不单是政治方面的 只是是关于我们生活上面文化上面 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两个这个题材来探讨 我们关于香港本土的题目 是 那我想接请教您这个蔡贤 我们刚刚讲这个广东话这个部分 我们到这一次呢有几位这个十年的导演 他是这个拒绝以这个普通话接受采访的 他们坚持要说广东话 所以你认为说其实我之前在这个去香港旅游的事 曾经遇到过 就是说如果你说普通话的话 电源其实对你会比较不一样的态度 直到我跟他表明说我是台湾人之后 态度可能变得比较好一点 那所以说今天这个普通话与广东话之争 在香港是否也代表了折射了香港人 对于北京政权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呢 我只是觉得也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当天我们进江响之后 我们的采访当时我们其中一个导演 就是觉得当天我们其实很高兴 而且在香港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用广东话来表达我们自己感受 只是他也说 只是他不是对普通话不尊敬还是怎么样 只是希望用广东话去真诚地去表达 我们的感受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只是香港跟内地的矛盾 其实也是有的 特别是过去几年 中国的旅客来香港购物啊 不同的事情 确实令到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有一些感受 是不太认同他们的行为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反抗 对抗普通话的讲普通话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矛盾一定存在在香港 是好的谢谢您 说到广东话呢 我们线上就有一位从广东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我们请他来发表他的意见 广东的魏先生你好 魏先生请说 广东魏先生 魏先生可能现在不在线上了 那我先请教 魏先生吗 是否广东的魏先生 我在发表啊 魏先生请说 是这样的 我本身我是在广东 我又是广东人 我也在大陆出身 沿着我对大陆人 他那种思维方式 以他的做事方式我非常了解 他要做什么 我基本上拼除 基本上按照 他这个体制 他的习惯思维的话 他是不存在这个 多元化这种思维方式的 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大一统的这种思维方式 就是说 其实他是不允许 有多元文化的 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威胁 他的那个统一 所以他肯定会淡化本土 或者淡化本地 你像广东来说 他基本上现在当官的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都是外省级的 基本上可以说 至于广东本土的 或者广东人 其实在广东 根本上没有说话的权利 甚至我们有时候想 其实广东只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 是不是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 其实他也许不会做得很急 但是他温水煮青蛙 他会慢慢 他会淡化 他会淡化你那种 那种本土的那种东西 他会想办法去做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谢谢广东 魏先生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话题 我就想来请教一下 也在香港的这个陶军行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十年这部电影 有一段叫做浮瓜 浮瓜里面的讨论说 北京为了要在香港通过国安法 特别故意要在香港制造动乱 让民众心中产生恐惧 进而来接受北京的保护 那我想请教一下陶先生 在你现在的观察里面 香港人民心中 是否对于北京有这样的恐惧呢 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些 都要通过的法律 或者是军队 是否也有这样子的恐惧感 当然有了 就是因为比如说97以后 17年差不多 香港人的感受就是 你一国两制没有了 就是特别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感受到就是 我们很多的亚国 现在没有一国两制了 我不相信这个嫉妒 所以在香港人有一种港独的倾向 其实是政府赶出来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最近几年讨论这个港独的问题 就是梁静英第一个提出出来 就是他骂这个香港大学的 喊物的时候 就是他背后当然有他这种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用这个 强硬的路线 可以为自己的黏硬 但是对中央来讲 对中共的政权来讲 他也是希望可以将我们的民主运动 打成为分离主义的运动 方便他在香港的管制跟控制 是 那我想接请教一下北风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这部电影本身这个 所谓的这种本土的意识 那刚才陶俊行先也提到了 港独的问题 你认为说有很多的批评认为 这部电影在鼓吹港独 你认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吗 那这个港独本身呢 或是本土意识呢 是否其实是因为北京的逼迫 才产生这样的意识的 在您这个问题之前 我首先想跟蔡先生致歉 因为我用自己的方式看到了这部电影 所以我也同时得到很多大陆网友的委托 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看到了这部电影 希望蔡先生能不能公布一个PayPal 或者是银行账号 我们可以把至少相当于一张 一张正版DVD的价钱转给您 然后避免你的权益在这方面受到损害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关于香港这个独立或者本土的意识的问题 这个电影本身对这些东西 有没有一个倡导性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讲 基于本土的文化的民族的这些自觉 或者是本土的这些议题 都有其充分的正当性 并且这种本土的价值 也是民族价值的最主要的核心的内容 所以我不觉得任何的题材 文艺作品包括电影 即使在港独这方面有所彰显 我觉得也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这部电影来讲 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触及这个问题 更多的是反映香港人 在面对当下这种困境之下 一种无奈的竞争 尽管电影说是十年之后的香港 但事实上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 已经超过了电影当中的展现出来的东西 例如我们看到的 包括书店的老板遭到红卫兵的攻击 但事实上发生在香港的就是 书店老板被直接越境 绑架回了中国大陆 我想这些这部电影很恰当的时候出现 然后提供给包括香港人 还有中国大陆的人一个思考 就是面对这种越来越残酷的环境 我们的抗争的手段 我们可以去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整个社会又能接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 好 谢谢北风 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蔡先生 刚才我们都提到所谓港独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 也是对这部电影大家的批评 尤其是当中的一段叫做《自焚者》 也就是说认为说这段电影里面这段故事 对于鼓吹港独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自焚者》里面他导演真的是用讲读 只是来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而不是只是遵从某一些的人的思想的想法 所以他只是问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的空间 独立的思考 讲读只是他一个问题 一个手段 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 当然这个讲读这两个字过去几年 也是特别的敏感的 只是导演就想表达 就是他为什么不可以提这个港独这两个字 他只是一个提问 不是真的要推行这个字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本土这两个字 我刚才也说 其实在香港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他们真的是对本土 他们对香港很多特别的情感 过去几年从保育 保育不同的地方的题目 他们对香港很多发展 他们很有意见 是不是全都是要全都是很资本主义的 的哪个方向 全都是起高楼大厦 起一些shopping mall 他们对此是很有意见 所以他们出来的这个意思是 是这个年轻一代特别重视的 但是两代之间的矛盾就是比较大 上一代因为他已经 已经享受过去他的努力 现在他的成果 他不希望放弃的 但是年轻一代 什么类没有 现在香港的房子也是很贵 所以他们只是追求一个 另类的方式 本土这两个字就是成为他们一个 很重要的意思 那蔡先生我想接请教您 在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有这样子的对白 他说呢 这十年我们失去最多的是信任 这个香港人所失去的这个信任 这个对白所说的 是对北京政府 还是对香港政府 还是对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那你刚才也提到说 电影里面彰显出 香港人两代之间的一个隔阂 我们看到电影里面有个对白也是说 他说你跟你爸一样 什么都迁就政府 所以是不是这个北京势力的影响 让香港的这个代沟 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 那这样的不信任 又是否让人家想起 当年这个文革里面的 互相批斗的不信任呢 蔡先生 好 只是过去三年多 梁振英上台之后 我们真的看到 政府跟一般的史文 史明英他们的信任 真的是越来越小了 因为只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logic 就是我们的政府 常常说的一些事情 是没有一个很基本的logic 而且是一般史门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幸运 就是过去三年慢慢慢慢减少的幸运 所以你看到雨上运动的出现 一些年轻人对本土一些追求的出现 只是我觉得是他们希望可以自己 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的前途 所以我觉得是政府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知道香港的政府是受到国内的政府的影响 它也不能够决定什么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在香港 只是回归以后 我觉得过去三年的情况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谢谢您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 不过接听他们来的年之前 我再请教一下陶军行先一个问题 就刚才也提到这个年轻人的部分 刚才您也提到港独 就您的观察来讲 目前香港年轻一代对于香港的前途是怎么来看的 当年他们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就是 过去我们努力那么多年 我们争取民主那么多年 都不成功 所以就引发一个倾向就是本土啊 包括勇武啊就是抗争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就是 这个中央政府跟这个特区政府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不断的挑起这是矛盾 还有就是你知道香港现在的前途 矛盾很严重 刚才建制 蔡建制他也说就是 香港的官商要拗截啊 跟这个地产霸权 其实令我们年轻一代觉得没有希望 我们现在不抗争 未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影响是很严重 特别就是雨山的所谓的失败以后 大家都感觉到就是很没有期望 所以走这个方向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就是中央政府 比如说10年这个片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 其实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个事 其实我也没有机会看 今天我在下午的时候才有机会在这个YouTube看 觉得很有这个时代的意义的一个片 但是如果中央没有这个打压 我看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好的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天津的刘先生 刘先生请说 喂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就是想说这么几点 第一 照现在这个趋势 香港的大陆化是不可避免 第二 这个十年这部电影 所有的场景 我们大陆同胞全部每天都在经历 所以并不是夸张 第三 香港同胞如果想避免 大陆化的这种悲惨局面 唯有得到大陆同胞13亿人的支持 你们的本土的意愿和你们的权利 才有真正的保障 谢谢 好的 谢谢天津刘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你的看法 李先生请说 喂 你好 你好 我觉得吧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能成为香港独立的理由 就是好比是兄弟之间可以吵架 可以打架 可以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你不能说 我不承认 我跟你不是一个老祖宗了 这老祖宗并没有犯错误 是吧 我们村的村长也想当国家主席 领着老太婆出国访问 多风光啊 可能吗 我们村的全体村民 都拥护他当国家主席 可能吗 谢谢 再见 好的 谢谢您 接下来请江西的邓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请说 首先呢 我非常支持香港 访同化 然后其次呢 十年这部电影呢 目前呢 我们在国内也通过一些渠道 也已经看到了 我感觉就是 与其说它具有煽动性比较强 不如说它的感染率是非常强的 作为电影来说呢 是挺一般的 不过呢很有意义 特别是对香港人来说 但是就目前为止就是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这种情绪被煽动 还是不停的上升 短片中尤其是第三段的和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内地的 很多这种洗脑 我们经过这么长年的洗脑 就是说很难轻易的接受 可能对香港人来说 看着会感动身受 会有顾名 产生公正 但是内地人的话 就像先前一位打电话的那个先生 也就会有这样的人 我只是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好的 还是支持香港 好的 谢谢您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北风 刚才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 都这样说了 有些人是肯定这部电影本身的价值 所以你认为说 这部电影在香港目前的情况来看 现在这么政治纷扰 然后预产革命之后的一个香港 你觉得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我想10年 特别是透过自焚者那一个片段 其实反映出一个终极的追问 就是香港的民众 可以在追求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走出多远 我想这一点 当香港政府 特别是包括北京政府 不愿意再回应香港通市民的诉求的时候 当占领79天的雨伞运动 也无疾而终的时候 香港民众出现了今年年初二的望角之夜 那接下来还会走多远 我想这个电影 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直接提出了这个终极追问 并且引发大家思考 并且在电影中也给予了一定的正面的一个肯定的评价 我想这一点都会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是 其实我们感谢北风 我们知道除了北风有这样的看法 香港演艺学院的电视电影学院的院长舒奇 他也说 为10年得奖他感到开心 因为这部电影呢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是香港的宣言 是代表了香港人的价值观 那最后呢我们只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最后来请教一下这个蔡联明先生 刚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包括还有像北风陶俊贤也都提到了 他们是透过其他的管道看到这部电影的 那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呢 上映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的影院愿意来播放 现在得奖了受到了关注了 那么很多人都对这部电影感兴趣 接下来要怎么样来传播这部电影的理念 让更多人知道呢 只是我们下一步就是会把我们的电影 出一个DVD 大概是8月份的时间 另外就是也会在一些网上的平台 当然是要复缓的情况来看 我们也知道昨天好像在国内有他们的方法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观众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看 因为我们之后还是会把DVD推出来 放上不同的网络的平台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其实在香港我们也会继续举办一些社区的放映 也会找一些地方可以跟不同的去分享 所以只是十年到最后 只是我们还是一部电影 我也是一个电影的工作者 我们不是什么政治的原物 但是只是我们透过电影去想象香港的未来 而且我们十年当中的故事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未来 我们不想看到之后 我们今天就要做点事情 我们希望十年是欢迎香港观众能够为香港做点事 是的 非常感谢蔡联明先生 因为时间关系呢 关于香港电影十年折射出何种现实情况的讨论 先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电影十年的监制蔡联明先生 还有华人民主书院校长前盛名联主席陶军兴先生 还有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提醒大家 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